据新京报 这两天 长沙美女局长布亚聊天记录曝光一事 在舆论场沸沸扬扬 2月1日 当地发布通报称 长沙市雨花区委高度重视 已对李某某予以免职处理 区济委监委已对齐立案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此事因几张聊天截图引发广泛关注 刚开始 舆论大都聚焦于美女局长的桃色新闻之中 然而 随着聊天记录的陆续流出 聊天记录中描述的那些 涉嫌运用手中特权的行为 同样值得有关方面予以高度关注 比如 据上游新闻报道 网传聊天记录中 李某某曾表示 要让长沙男书记帮忙联系 让不雅聊天风波中的男子 在未购票情况下上高铁 此外 李某某还表示 2022年3月9日晚 在高铁上被抓过去陪厅长喝酒 这些内容的爆出 让此事已然脱离了单纯的桃色新闻范畴 也引发了舆论对此事的进一步关注和追问 要明晰的是 如果上述内容属实 都是关公权利 是否公平公正运行 和其他官员是否违规等事项 舆论也期待在接下来的审查中 当地能够对其中可能涉及的特权嫌疑 和高铁陪酒等蹊跷行为予以调查 并及时澄清相关细节 总而言之 事到如今 长沙美女局长不雅聊天记录曝光仪式 已经不再是个单纯的桃色新闻了 其背后所暴露的特权嫌疑 也理应查清 让可能存在的腐败和违规行为 无处遁境